是非常有必要让中国的老百姓 呼吸更加干净的空气 已经到了需要考虑修订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空气质量标准 控制的这样一个目标 实际上它实际上是为那些 能够清洁生产高效 然后减少对环境污染的这些产品和产业 有了更大的发挥的空间 如果是说从整个社会来讲 公众肯定是很愿意 偏偏的我们的降价 进步更大的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么这种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企业 可能会面临到 就是说对他们的要求 提出更高的要求 那么这里面 我们传统的很多的污染排放的 电厂工业或者交通等等 会遇到这样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他们可能会 会质疑这个修订的必要性 但是我想这些疑问和疑虑 都是在放在一个更大的层面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目的是 保护中国公众的健康 然后我们社会经济 已经发到了今天这个阶段 我们又强调了绿色发展 是吧 这些都是我们 为修订我们空气质量标准 非常重要的背景 我们在这样一个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 在今天这个水平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非常有必要 让中国的老百姓 呼吸更加干净的空气 所以我们确实非常有必要 现在不断地修订 我们的空气质量标准 修订这个本身 是肯定是要做的 只不它的周期 以及它是选择的标准 这时候现在还需要 多方面的这种征求意见 一般大家说 差不多十来年 是可以来反复 来审议一下过去的标准 制定的它的到底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如果是说 确实我们在去年 国务院发布的 中心大气污染控制的 行动方案里面 实际上也都提出来 要实时修订 我们空气质量标准 所以实际上 就像你刚刚讲 已经到了 需要考虑修订的时候